快乐是一本书,蕴含着深刻的哲理,快乐是一首歌,奏着高低不一的音符,快乐是一首诗,充满着大家都去浪淘尽的豪情,每个人都得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咸,每个人都得按照日出日落的作息时间去度过每一天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每一天能平安的度过,在平安中找到快乐,每个人的人生都不相同。 我们的感悟也各不相同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看清了自己,再来看生活,渐渐明白了,与此事件满足自己,在得知中感受自己,渐渐的得知不喜,失知不悲,明白了的是与悲喜,生活之中,人要轻松,心要自在,无论是事业,家庭,要拿得起,放得下,因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,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和爱,可他们迟早会衰老,孩子给我们满足和喜悦,可他们终究会长大,爱情给我们幸福和甜蜜,可我们必须付出一生的代价去呵护,金钱是水中的扶贫,十句十散,美丽的容貌是绿树上芬芳的花朵,事实绽放,无奈凋谢, 健康是魔术大师,能变音也能变影,奔华更像是梦一场,曲终人赛,公愁交错的热闹,犹如水中引尽中花,没等看清,记住梦的内容,就醒了,作家毕书你曾说过,人可能没有爱情,可能没有自由,没有健康,没有金钱, 但我们必须有心情,如果你渴望拥有健康和美丽,如果你想珍惜生命中每一寸光影,如果你愿意为这个世界,增添欢乐与晴朗,如果你即使你跌倒也要面向太阳,就请锻造心情,心情,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状态,是一个人对外界各种因素,作用于内心的一种感知,感觉和感叹,千万别小看心情, 他能让天地为之动柔,自然为之变色,同样的江水,礼后主帝宁,温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川水向东流,苏东坡好唱,大讲东旭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,价格来夜空,一轮明月,有人举杯邀约,对应欠职,有人爱然绿下,思乡勤隆,总是故乡乐罪名,尽无异,以得是心情, 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,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,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,心情好,什么都好,心情不好,一切都乱了,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,而是坏心情贬低了我们的形象,降低了我们的能力,扰乱了我们的思维, 从而输给了自己,控制好心情,生活才会处处祥和,好的心态塑造好心情,好心情塑造最出色的你,生命是一种缘分,你可以追求的未必能得到,你努力追寻的未必能获取,生命中的灿烂,人生中的辉煌,往往不期而遇,今在偶遇,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, 得到是一种幸运,得不到也是一种幸运,因为尽心,我们总有收获,因为尽力,我们总有进步,得失是一种心境,人生就是一种缘分,无悔就行,是的,尚藏其与我们一样的生命,我们却选择了不尽一样的生活方式,我们可能活得不高贵,但我们完全可以活得高尚,我们可能无法逃避厄运或人生, 包含了应有几手的问题,但我们可以从容获达,什么都可以缺乏,自信不能缺乏,什么都可以不要,快乐不能不要,什么都可以不好,心情不能不好,微笑着,去唱生活的歌谣,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,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,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,就会失去雄魂, 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,就会失去壮欢,人生如果仅去求得,两点一线的一帆风转,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,把尘封的心胸敞开,让狭癌自私淡去,把自由的心灵放飞,将获达宽容回归,好好的珍惜人生,尽情的拥抱生活吧, 当我们轻浮依然异动的心,当我们的心底还有一缕柔情在生,当感动还可以让我们体内沾金,当憧憬还可以灿烂一个美丽的梦境,当向往还可以让我们怦然心动, 我要说,我们依然年轻,因为我分明感受到了那激昂澎湃的热情,那潜藏在心地久违的活力再还缓的生疼,希望,活力,才是生命的最强因,什么也不重要,我只要一本快乐的心情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